教室的优惠 听起Space 以前在秀场 背后的压力是黑道 你如果这档秀没有弄好 你可能就喝茶了 所以说 我们当时的压力 会急着我们一起想新的节目 第一场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一场演下去 可能后面还有三十场 所以第一場如果效果是很好 你這30場只會更好不會更壞 可是第一場就不好 你會修修修 我們常常做秀 第一天就修 修到最後一天還在修 秀場兄弟叫你罵一罵 可是他還是會做下去 那个年代并没有主持人 所以主持人就是私宜 所以我们只是想做一个演员 或者是想去唱唱歌这样 对演艺圈是有幻想的 刚好碰到高临峰有个秀 需要演员嘛 张飞是演我的对手嘛 我可能翻着翻着跟斗 张飞就开一枪我就要死 可是我在台上演了五分钟 就自己这么拼命加息 加到张飞就把我叫过来 你到底是谁 他看我的变才无碍又那么脸皮厚 他说那你想不想主持节目 我说谢谢师傅 我就从此展开我的演艺圈 开始是他带着我去作秀 我们那时候不是为了钱在做事 是觉得有工作是我们可以磨练 在困难的工作对我们来讲 都是觉得非常甜蜜 我都去挑战那种我没做过的节目 知识性的旅游的婆婆妈妈的 各种类型我都涉略过 那这些制作人也给了我很多东西 当然我们也给他们很多东西 我觉得是互相的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这些制作人 丢这么多题材给我 我当然也没有因为害怕而拒绝这些 你累积的经验 主持人只会经验越来越丰富 在当主持人没有所谓成功的 只有成熟 我只会越来越成熟我不会成功的成功是永不止境的 一直要往前看 我从百战百战三十几年前的户外晒太阳的节目 一直活动到现在 我都没有离开过太阳 也没有离开过民众 这次我能活到今天 最主要的成功的因素 我记得还有一个孕妇他拍我肩膀 我永远记住 我一回头他说 你要努力加油 你知道吗 我最快乐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你的节目的时候 我公婆就是看节目不会找我麻烦 所以你要加油 我听到好感人 就是我也帮孕妇解决这么多问题 你到底看到什么样的人 访问什么样的事 你的人事物要因为当时的环境改变 而去做改变 否则你会变成一成不变 其实很多幽默的方式 是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幽默 与人相处很难 但是与人相处是最好玩 那与人相处的节目永远做不完 有时出外景像这种天气 我们永远都是泡在汗里面 所以也有皮肤病 我一年大概看五十次骨头医师 绝对跑不掉 因为这边歪掉那边跑掉 可是我们每次回来 就会觉得录了一集 下礼拜观众看了会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到哪里 他比我们还早到 我是十一点到 他八点就到了 所以很热情啊观众 其实我们所获得的回响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善意的 还有很多阿嬷坐轮椅来的 我很感动啊九十几 所以我外号叫做 人瑞施奶杀手 人生百态 其实是要去观摩的 你多了解一点人 你会更清楚人需要什么 你会做出他更需要 更喜欢的节目 PART 2 于是王母娘娘到了 这个摄日的 摄日叫后裔 后裔 管天庭的叫做 玉航 玉航 也特别跟我们从来 玉航就想不起 而言得贸易